請問請 乘珠海成鬼鐵路 由市中心, 珠海站 9元人民幣, 13分鐘 就來到橫琴站找吃了 那這樣過來算不算方便? 其實還可以, 因為不怕塞車 那我們來吃什麼? 高質實力派越菜, 走吧 好啊 珠海這間實力派越菜 傳統點心, 現造即精 其餘小菜出品都是森絲手工菜 硬橋硬碼真功夫 說它是神力派, 看蝦餃就知道 因為有時候我們吃到四式蝦餃 或者一個蝦餃, 半些湯給你吃 但這裡很踏實, 很傳統 但一顆就集合了所有蝦餃的優點 好像幾顆蝦一起放進嘴巴 很爽, 很鮮 是原隻蝦, 吃到 還有海膽蝦肉水晶餃 除了好吃, 還很漂亮 可以給我們打卡用 不如我們嘗嘗這個和牛包 這個底部用了越南春捲皮 來炸成脆皮 和牛的牛味很濃, 但醬汁又不會太鹹 小姐 剛剛好 這個蟹盒, 很多功夫 外面是冰肉 外面的冰肉是肥板 加烤酒和加糖醃製成的 裡面的餡料, 豬肉、蝦仁 蟹膏和蔥包住之後炸 炸完後完全不乾身 保留外面很脆 裡面是很汁的肉汁 22元一件 不過其實它是手工的, 所以這麼貴 不想賺錢 但我說家禽和豬肉是必吃的 因為在地食材夠新鮮 那就不一樣了 我們快點來嘗嘗這碟燒肉和叉燒 你看看這個燒肉就厲害了 它是用了秘製的方法 醃了24小時而做出來的 而且你看看它的燒肉是肥瘦相間 有肥肉, 又有瘦肉 這個叉燒也是肥瘦相間的 那些蜜汁一直滴 再試試 還有一陣子很淡淡的炭香味 然後嘗嘗乳鴿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師傅說他們特意選一些石旗的乳鴿 有16至18天的乳鴿仔 這些妙齡鴿鴿骨比較軟 所以味道會散在骨頭上 而且平時吃的玻璃皮乳鴿 是比較厚的皮 這個又脆又薄 然後我們嘗嘗這個雞飯 它叫做龍仔青軟雞蒸飯 首先把飯先蒸好 然後把薑和雞油炒飯 然後再加雞、雲耳等一起蒸 這個飯就香噴噴了 珠海是鹹淡水的交界 懂得吃街上吃本地的鹽仔蟹 古法油鹽焗鹽仔蟹 你知道它很難可以捉到嗎 因為它要首先未曾膠培 再未曾產卵的黏蟹 而且它多數是三個月大左右 所以吃下去它的膏特別軟 特別甘甜 在農曆四、五月的時候 鹽仔蟹的膏是最肥美的 不過現在的養殖技術很發達 所以我們現在全年都有吃 這間做法是油鹽焗的 鹹香味是很重的 而且蟹是蟲皮 硬殼下面還有一層軟殼 不薄殼 你看這個 這是一層皮 整塊都是膏肉 對, 我可以吃了一口 你可以咬到那層皮的口感 然後再加上膏的鮮味 軟身又香甜, 全包在嘴裡 公布到這是什麼? 什麼? 其實它是薄餐 而且裡面包了很多東西 有鹽絲、砂糖、杏仁、花生 做它是很高難度的 糯米粉跟水的比例 要控制得剛剛好 其實它把糯米粉放進鍋子裡煎 真的要花時間和心思 每一塊都要用很長時間煎 再去捲才有這個薄餐 它外面是脆, 裡面是軟糯 然後裡面有杏仁水, 再脆 有很多重口感 其實這些信德的特色甜品 你在香港真的很少吃 找到功夫菜了 這麼難做, 外面有這麼難吃到 我們整頓吃了這麼多東西 只有七百多元 平均每人200元都不太快 重點是什麼? 這個鹽仔蟹是226元, 兩隻三兩左右 很誇張, 但其實這個價錢 我們平時吃到一隻 但還要是它這麼漂亮, 這麼好吃 這麼多糕 你說珠海, 是否再烤點飯? 烤… 回到酒店, 我還有節目 趁著這個小旅行 我也試了這裡的SPA 這裡有很多不同按摩的療程選擇 這次會用到這些中草藥球 裡面會有黑芝麻、薑黃、丁香、熱蜜 等十多種新鮮的中草藥材 稍後就會整熱一些藥球 在我身上按摩 讓我身體吸收這些中草藥的精華 這樣按摩真的很舒服 我最喜歡的就是按摩 它準備了一些茶點給我 我的療程就畫上了完美的句號了 我會不會有吃到過 我會不會放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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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匣 你不會放一會兒 І 我會放一會兒